第1255集 冤家路窄 上次来的时候直接说要收购 我说我们是上市公司不可能被收购 他们可能是要在市场上炒作我们的股票 谢家人说道 这是一定的 他们有的是钱 把股价炒起来之后呢 很多的股民就会卖掉股票 那样他们就会掌握我们公司的股份了 是有这个可能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所以简招拆招 再一个 晚点时候 把公司里那几个原始股东都给我找来 尤其是那个陈副总 这事我要先和他谈一谈 找他们也白搭呀 他们现在是不可能卖掉股票的 我知道 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 如果以后股票价格起来了 他们要是想卖掉股票 同样的价格 我们收购 如果他们敢卖给国外的人 那么他们以后就别想在国内待了 莫小鱼恶狠狠地说道 谢家人看到莫小鱼这副模样 起身到了他身边 挽住他的胳膊说道 好 我就喜欢大哥你这样霸道的模样 爷们儿 怎么 翟尾刚就不爷们儿了啊 我可告诉你啊 和他比我十分之一也比不上 他可是见过血的特种兵 而且还保卫过唐州的首长呢 我干过啥呀 莫小鱼自嘲的 也是在为翟尾刚脸上贴金 真的假的 我看他唯唯诺诺的 我咋不信呢 谢家人一撇嘴说道 嘿你不信是吧 你让他回头给你表演一下啊 手劈砖头 头碎皮肉瓶他都会 莫小鱼不知不觉间 又把翟尾刚坑了一把 正说着呢 翟尾刚打过来电话 说是美国的客人已经到了 请示要不要马上举行会见 谢家人看了看莫小鱼 莫小鱼点点头 于是 谢家人让翟尾刚把人带到会议室去 自己马上就会下去 莫小鱼是跟着谢家人去的会议室 可他没想到在这儿还遇到了一个熟人 皮特 那个在北京鱼子哥家里警告自己的家伙 他一开始时啊 没注意到莫小鱼 一双色眼 一直在盯着谢家人 但看到莫小鱼时 这才愣了一下 瞬间就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莫先生 哎呀 真是何处不相逢啊 你好 皮特很客气的向莫小鱼伸出了手 但莫小鱼动都没动 直接坐到了谢家人的身边 皮特自找没去 其他几个养鬼子 不知道皮特打招呼的这个人是谁 但是看到他坐在了这家企业的老板身边 有点小惊讶 上次来的时候 他们见的只有谢家人一个人 在他们看来 这件事是手到擒来的事 只是没想到谢家人不识抬举 他们本来是打算回到美国之后 从股市上做手脚的 谢家人有美国的留学背景 莫小鱼虽然不可能如谢家人的英语那么好 但是听懂是没问题的 所以现在 除了皮特之外 其他还有三个外国人 莫小鱼这边就只有莫小鱼和谢家人了 谢小姐 不知道这位莫先生在公司里担任什么职务啊 我们是在谈生意 所以 皮特以为莫小鱼是谢家人的情人 所以想用这种方式羞辱一下莫小鱼 或者恶心一下他 皮特先生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和我的公司合作 看来你们做的工作还不够仔细啊 连我们公司的股权结构都没有搞清楚吗 莫先生是我们公司第二大股东 他是代表其他小股东来听的 谢家人一句话就把皮特给噎死了 哦 不好意思 这个我确实没有注意到 皮特善善地笑道 这就是这些假羊鬼子自大的地方 他们认为只需要把第一大股东拿下 其他的股东只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而已 还不是想剁成块就剁成块 想剁成泥就剁成泥啊 第一次会谈呢 我没有参与 我也不知道你们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莫小鱼用流利的英语问道 开始时 对莫小鱼看不起的皮特此时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打开自己的电脑 看了一下身边那三个洋鬼子 哦 是这样的 我们准备以 二百三十亿美元参股 皮特说道 哎 等一下 你是老板吗 莫小鱼没带他说完就问道 呃 你说什么 皮特对莫小鱼的话非常恼火 那自己肯定不是老板啊 但他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中国人最熟悉 也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那这样就可以抓到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倾向 适时调整自己的对策 喂 我是问 你能做主吗 既然你们是代表分客来的 分客的老板是谁啊 我们切实生物的老板在和你们谈 你们老板就一直这么说着 莫小鱼问道 皮特恨恨地看了莫小鱼一眼 看向他身边的人窃窃私语了几句 嗨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还要偷偷说 莫小鱼继续问道 皮特回头看向莫小鱼说道 莫先生 无论怎么说我们也是客人 你这样说话我们没法谈了 谢总 你看这怎么办 皮特见莫小鱼对他的意见很大 扭头向谢家人求助 他的话也是我的意思 谢家人的话更是利索 一句话就把莫小鱼推了出去 自己索性不说话 既然你们说话的不是老板 那我这个老板干嘛要说话呢 皮特 你和我说实话 他们是不是分客集团的人 还是你从街上雇来的 我告诉你啊 现在的网络很发达的 我可以马上核实 如果不是 你们是出不了这个公司的 这家公司是政府的重点扶持项目 我完全可以认为 你们可能是商业间谍 让国安局再调查你们几个月 哎 这一点 你信我能办到吗 莫小鱼宁哹着说道 莫先生 你不要胡来 我们真的是代表分客来谈判的 但是这几位先生都不善言谈 所以 是不善言谈 还是根本不会说话呀 莫小鱼用英语问道 皮特简直无语了 没想到在这会遇上莫小鱼 更没有想到 莫小鱼会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这都怪自己 没有做好前期的工作 也怪自己在北京 为啥要得罪莫小鱼 这下好了 骑虎难下